Tesla 我冠軍剛才提到 其實Tesla在去年上半年 還沒有什麼跌 結果下半年 稀哩哗啦的就一路的在走低 那它的這個龍頭勢戰率 有點越撐越不穩的情況之下 這反而是Tesla的痛苦 是其他傳統車廠的快樂 的確沒錯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 事實上當然現在傳統車廠 慢慢在往電動車去發展 甚至當然他們過去的產能 可能沒有很大 可是我相信在今年或明年開始 他們的產能應該有機會極起直追 所以你看到 Tesla競爭性越來越低 過去Tesla這一波 能夠漲到那麼多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因為中國 他中國的產量量產能力超級強的 可是現在中國疫情什麼等等 弄了一大堆之後 12月開始這上海 上海廠也是幾乎呈現一個半停工的狀態 所以狀況看起來不是很好 但是也包括什麼 老闆不務正業嘛 對不對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第一張字卡 對不對 馬斯克告史蒂芬金 你說史蒂芬金是誰等一下跟大家講 這位是很有很有名的 這個史蒂芬金身價也大概有5億美金左右 那史蒂芬金呢 他在推特上面 他用諷刺性的文章 去質疑馬斯克在推特的管理能力 然後呢 也對馬斯克之前提出來說 以後呢 我們每個月啊 這個藍勾勾 假如藍勾勾就名人的認證呢 是不是要收個20塊 他說太貴了 他說其實你如果給我 我會很開心 我們看下一頁這個他的一個截圖 對不對 這史蒂芬金講的 對不對 他說怎麼樣你如果給我的話 對不對 他說我會什麼 我會喜歡 我會喜歡馬斯克 如果你給我的話 剛好相反的 對不對 所以那馬斯克跟他講 不然我們改成8元怎麼樣 兩位 討價還價 對啊 在推特上面討價還價 真的很好笑啦 不過說真的 對於這個特斯拉投資人 是一點都不好笑 因為你看這是這個去年 11月31日的事情 你看到他有時間跟你討價還價 這些東西 但是怎麼樣 他好像沒什麼空去管理 他自己的公司 對不對 再來看這個下一頁 我們看到史蒂芬金是誰 他是美國的恐怖大師啊 事實上 如果投資人有看過 這次電影都很有名啊 刺激1995 我是超級有名的名片 摩根菲尼曼演的嘛 對不對 綠色奇蹟 這是湯姆漢克斯 對不對 密窗是誰 這是這個強尼戴普演的 這都非常有名的電影 所以你看到 去跟這些人吵架 我覺得沒有意義啊 說真的這個你不如多花點時間在管理 甚至你看到他不管理的 應該說不要說他不管理啊 他這幾年特斯拉 當然呢 我們看到他花了很多時間在那邊 應該說在那邊的用口水站 但是你看到人家在趕上來 我們看下一頁 傳統車廠 傳統車廠啊 我們剛剛講的CS展 對不對 福斯這次展出來的東西 說真的 我看了都很想買 不過先跟大家講 ID7啊 台灣目前還沒有上市 他連ID3都沒上市 他們覺得說 台灣的這個充電裝裝的不夠多 所以等到充電裝夠多的情況下 可能就會上市了 他這一款是一個旗艦型的房車 他用福斯集團所通用的 MEB的底盤設計 那大型房車 他不是用性能來賣點喔 主打的是什麼 是內裝 因為現在說真的 性能 說真的性能 大概都好到極限了嘛 對不對 那內裝他有什麼東西 其實很有意思啊 我們來看一下內裝 有擴增實境抬頭顯示器 這就是我們這幾年 在熱炒的那個什麼大眾 大眾控 還有什麼 應該不是大眾控什麼 應該說儀利電 他就做這種所謂的 擴增實境的一個抬頭顯示器 對不對 還有15吋的中控螢幕 還有全新的這個智慧空調系統 怎麼叫智慧空調系統呢 他說你只要車主帶著鑰匙靠近車輛 他就會開始呢去調溫度了 機動加熱或減溫度 讓車主直接在舒服的上車 當然這東西老實說 台灣的需求應該是不大 因為我們台灣 老實說也很少那種熱到幾點 或冷到幾點的時間 不過呢 這個應該在歐美需求 可能就很大 歐美需求應該很大 甚至包括他說有這個智慧出風口啊 然後我們看到 還會調整風向 讓全車的溫度啊 更快達到舒適點 但是他說怎麼樣 你可以類似像我們 在使用安卓手機一樣 可以叫一句OK Google 他就可以跑東西出來 他說不是 你直接用語音啦 用語音跟他命定說 調升溫度 他的方向盤自己也可以加熱 那方向盤的加熱 老實說台灣也用不到啦 不過這個在歐美應該是比較有用 因為有很多人住的 那天然地動的地帶 然後我們來看這下一頁 事實上也包括我們看到 其實這些新的車子 事實上也包括什麼 電動野馬 這東西其實已經應該說 他已經上市 應該已經兩三年時間 可是因為產能不多 所以台灣一直沒有引進來 現在呢 其實去年年底的時候 福特六合就有講到說 他們今年會引進電動野馬 對不對 下半年台灣就要上市了 不過你還要再等半年時間 他新款的歐規配備也是提升 配合的包括什麼 衛星導航圖資跟車流 還有來加減速的主動式車距 車距的巡航系統 也就是說這幾乎也是怎麼樣 自動駕駛應該到 應該是到Level 2 Level 2的一個程度了 所以你說 真的就直接把它開下去的話 你就不需要說很認真在開車 不過當然這樣不對啦 還是要認真開車 因為還是有可能撞到別人 然後他說2.0的版本 他說他的這個圖資系統 2.0版本 對不對 他能夠辨識前方道路的彎曲幅度 是否有轉彎 然後去調整車速跟轉向幅度 這聽起來都非常強勁喔 然後來讓跟車的一個可能 然後做更為順暢 然後電池容量從88KWH 根據美規升到91KWH 然後呢 他的續航力到610KWH 如果610KWH的話 你已經足夠從台灣頭開到台灣尾了 就比較不用擔心這個充電的問題 因為我去比較一下 其實包括 應該說納智姐那個N7 事實上好像 他的一個比較平價版 一般人買那個100 應該說買了100萬以內的平價版 他的續航能力應該是在400KWH 甚至更低一點 那他這個都有610KWH 所以這個很明顯多很多 那實際上 應該說他的一個價格 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的價格是比MTWH還要貴一點點 可能也是在 應該是在 如果引進台灣之後 如果跟MTWH來比的話 可能是在200萬的上下左右啊 不過說真的 這投資朋友可以去看看 那車子 就是真的是非常好看的一台車子 那我們來看這下一頁 事實上包括怎麼樣 Toyota也有新車計畫 不過Toyota 電動車走的是比較慢一點 他去年推出一台電動車 好像也有出了一點問題 叫什麼BZ BZ4X好像有點問題 不過不重要 他除了電動車之外 事實上大家知道 Toyota在做混合動力的 Hybrid的車 然後還有包括什麼 輕能車 雖然說輕能車我看了一下 他一年賣不到一兩千台 不過呢 現在看起來輕能非常的紅啊 我們台灣呢 去年有一家公司 漲非常多倍叫高麗嘛 8996的高麗 為什麼 因為他跟BE合作 有這個燃料電池裡面是輕能電池 對不對 你看高麗 我們再縮小一點 去年漲多少啊 去年你看 去年從50塊錢 對不對 你看如果你買的是高麗 不是特斯拉 差多少 漲到193塊錢 這就是跟輕能有關的 我們回到這剛剛的智卡 事實上 Toyota的這個輕能車部分呢 他投入這個混合動力跟輕能車 然後包括電動車 他說到2030年前 2030年前啊 他要推出30款的電動車 然後當然呢 有人說啊 你提倡混合動力車的原因是因為 你要延續內燃機的一個部分 因為他們請了很多 在設計內燃機的工程師 難道叫他們馬上失業或怎麼樣嗎 所以呢 那其實當然這個很可能是過渡期 不過呢 電動車包括整個輕能車 才是他一個重要發展 再來看這個下一頁 我們看到輕能車的優勢是什麼 加輕的速度 事實上是遠比充電 遠比充電還要快對不對 然後續航力有機會更高 而且他幾乎是更沒有污染 應該說電動車 其實電動車開的時候 是看起來是沒污染 沒錯 可是他製造的時候沒污染 我想污染都是在製造的時候 但是這個輕能車 其實大概都有類似的一個情況 可是他的應該說 他更排不出任何廢氣來 因為他畢竟他就輕能分解完就是水嘛 水分解完就是輕能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當然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Toyota啦 包括講的這個所謂野馬 或包括所謂的一個福斯的部分 事實上 我想呢其實都很可能 應該說 特斯拉以前高高在上 可是現在看起來兩家 就是這些公司啊 他慢慢都已經拉近距離了 甚至我們剛剛看到 其實這些電動車相關類股 不是只有這幾檔 很多檔 隨便寫幾檔出來而已啦 像我們剛剛講到這個什麼 這個 太大電 他一定是跟福斯來合作的對不對 甚至我們 我們等一下在這個股票裡面 有一檔也是跟福斯合作 叫精確 這是跟福斯合作的 所以你看到福斯概念股 你反而需要更留意到 那另外包括華福 華福事實上跟特斯拉合作 甚至跟中國大陸的新能源車 來做合作 那胡連更不用講 胡連事實上我們看到 投信買很多啊 而且呢剛好這個 特斯拉或這些新能源車 事實上 他的車用的占比是非常高 剛好也是說真的股價 今年最高才185 結果後來 這也修正到大概100 140 150元左右 再來看這個 我們再看剛剛那個智卡 對不對 包括什麼智茂啊 兩維跟這個很便宜的華新 華新前13季就賺了5塊錢的華新 那輕能部分 台灣就比較少一點 大概就這幾檔股票比較有 不是說只有這幾檔啊 是包括什麼高麗 我們剛剛講的高麗 非常非常厲害 今年有人把它稱為神鬼高麗 為什麼他一路卡空 一直卡到天上去了 還有包括什麼 中興電本身也做輕人 他們先前講了很久的輕人 今年看起來是有點進展 他說未來還要做這輕人的 應該說輕人的發電站的樣子 還有包括什麼康舒這類的公司 當然同時可以留意到 包括輕能啊 包括電動車零組件 應該都是今年的一個主要有機會成長的個股 好 Tesla為什麼會受到一些阻礙 剛才冠琴也講了中國上海的這個廠啊 其實幾乎也呈現了這個半停工的狀況 大家就知道現在他們一開放啊 這個疫情升溫的速度有多快 但是因此生技股還能夠判出一些 這個發芽的機會嗎 尤其是生技股已經先漲上來了 後續還有沒有一些甜頭可嘗 好我們下個階段回來再來追蹤